彰化市地標15樓高的橋友大廈 30日晚間接近8點發生火警 火勢從2樓快速延燒到3、4樓 5樓以上樓層高溫 黑煙瀰漫 導致消防人員一度無法進入救災 歷經9個小時 凌晨4點35分救出所有人 有25人送醫 其中4人不治 分別是3名房客 1名消防員 傷者當中另有2名消防員 29號6、7點才去他們分屈的 才從家裡出去的 很平常啊 怎麼會知道是 消防員有人知道 沒有啦 經過調查不能亂說的 他從2樓開始 2樓沒有營業怎麼會 都是被棄物嗎 目前 2樓是一個空屋啦 空屋 當然以前有裝修 你有懷疑說是有名的 二樓三樓的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因為以前這棟也有有名燒購 期貨原因尚待釐清 但值得關注的是 橋友大廈的第7到第9樓是防疫旅館 其他樓層沒有使用 當時有31人受困 分別是29名房客 兩名工作人員 房客當中有兩位自主健康管理 27位居家檢疫 裡面都是住在 都是那個檢疫的人 就是回國之後他們有陰性的報告 才來住在這裡 然後14天 住宿的客人都沒有確診的 都沒有確診的 這場火警 彰化市消防局出動 各式消防車輛57輛 14輛救護車 消防人員151人 經過9個小時的奮戰才清理完火場 新唐人亞太電視 葉喜宏 林家維 李晶晶 台灣彰化報導